是的,我们第一次遇到了爆胎 还是这么结实的全地形态 我们在川西的香道公路上 整体路况不错 但路途中的他方落石路段非常多 许多尖锐的石头就散落在马路上 于是我们就在这样的一处碎石路面上 轮胎被划开了这么大一个口子 这路况并不是很复杂 它就是这边的滑坡 带下来很多这样的碎石 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发生事故的路段海拔并不高 只有2400米 温度也不低 8度没有雨雪 要知道就在一个钟头前 我们才刚刚翻越了一座4000米海拔的山口 温度非常低 风也很大 在那种条件下换胎难度可想而知 现在到了海拔较低的河谷中 至少外部环境允许我可以慢慢的把后备箱清空 把东西现在全部清下来了 里边有一个小备胎 取出备胎 然后进行拆装 有人会说 你这换了全地形胎 还不是照样爆胎了 这跟公路胎有什么两样 其实这事应该这么理解 要不是全地形胎结实 可能在之前走烂路的时候就已经爆胎了 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去年全地形胎上的一个伤口 想必这么深的伤口如果换作公路胎早就爆了吧 不过如果每个人出行都换全地形胎 显然是不划算 也不现实的 我个人的建议是 如果你长期行驶的路况是城市道路 高速公路或者平原地区的国道 公路胎仍然是最佳的选择 这个更硬一点 这个可能更舒服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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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